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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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卡西 我的提案是 Yet Another GabZero Hub 那這個 就是說 我這個提案是一個小小的提案 可是我覺得這個對 G0V社群來說很重要 這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所以很謝謝這次講助金有機會讓我獲獎 然後讓我可以執行這個專案 那現在G0V的project 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呢 第一個是 新人其實不方便入坑 常常會有人在 Slack 上面問說 我可以怎麼參與呢 我是寫 Python 的 有什麼我可以入的坑呢 或是說我是寫 Node.js 的 有什麼我可以入的坑 那通常得到的答案可能是 叫他去看 list 或是叫他看 G0V Github 的 issue 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要整理專案的資料 要整理專案的歷史脈絡 其實是很勞心勞力的事情 這樣子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希望這個專案可以做出一個 dashboard 然後那個 dashboard 今天已經準備好一個 prototype 它 prototype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說假設這一個一個的灰色方塊 還是不同的 issue 那我們在 issue 裡面就會看到說 除了 Github 本來的 issue 一個一個列出來以外 像左邊這樣列出來 右邊還可以就是讓 G0V organization 的管理者 來把跟 issue 有關 但是跟專案背景有關 但是跟 issue 本身無關的資料整理起來 然後再來這個 dashboard 還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 就是過去很多人在替 G0V 的 那個 Quadrate Hub 就是做了不同的小專案 但是這個小專案最後就是不見得有用到 可是成果留下來 像現在這個 editor 就是 Polka 跟 Shelling 他們做的一個 editor 那這 editor 因為它設計得很好 可以直接用 UIL String 得到資料 所以照理來說我的 dashboard 應該可以跟它直接整合起來這樣子 那就說一定要是這個 dashboard 的形式 才能整理專案的資料嗎 我想不見得的 那也許 Github 的 app 是更合適的 或者是說也許 web annotation 就可以完成這件事了 那我希望在過程中可以再跟大家一起 就是探索到底要用什麼樣的形式 來完成這個 dashboard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只有工具只有dashboard的話 我想沒有辦法達到說 把專案介紹給人家 所以說這個專案還開了一個粉絲頁 叫做 G0V 機器大使 那這個 G0V 機器大使 就是要負起說 去介紹 issue 介紹專案架構這樣子 那像 G0V 機器大使 那像 G0V 機器大使 現在已經有一篇文章了 那這個 就這個機會 我是希望可以就把它分享到 G0V 的社團裡面去 也當作是就是說這個專案正式開始 那最後就是說 我希望就是說這個專案可以把整理出來的結果 那做成那個 issue 的 review 那在那個獎柱金每一個月的公報 可以就是說直接把這個 issue 的 code review 當成就是介紹給新人了解不同專案的架構的一個管道 那當然不足的地方還有很多 譬如說我要避免它變成我一個人在用的工具 所以我必須要再執行使用者訪談 然後再來就是說 新參加的人要不要註冊 我怎麼知道他是因為這個專案 才開始參與 G0V 專案的呢 這個我事後要做調查 那就是說 所以我需要大家的協助 尤其是需要各種坑主的協助 我希望了解大家的坑是怎麼發起的 我希望你們能跟我聊一聊 就是說你們坑的技術結構是什麼樣子 這樣可以更方便 我去跟別人解釋這個 issue 要怎麼解 或者是說我去跟別人解釋要怎麼跳這樣的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